主料,允许于200克,辅量,黄油,盐,黑胡椒碎,盛,糖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血雨解冻后洗净,用葱,姜,盐,料酒,黑胡椒碎正规西餐来说,应该用白葡萄酒,且不用葱姜,而是用洋葱西芹和胡萝卜,不过家里是无所谓的腌渍下, 大约20分钟后,将血雨表面水分擦干开少许面粉,备用,平底锅烧热放入一块黄油带融化后,将血雨下锅煎熟即可,因为家里这块血雨比较厚,怕煎不熟,所以我就放在烤箱里稍微烤了一会,烤好的血雨装盘,平底锅洗净烧热后,放入小块黄油融化,将虫子切开压出直到入锅中, 放少许糖绿煮浇在血雨上即可,烹饭技巧,煎鱼要用中小火,不然满面浇了里面会没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